國造潛艦這次真的要下水了嗎? 2月22日 製造台灣潛艦的台船高雄海艙場外 被直擊大型船務進駐 適了解海昆號26日從海艙場拉出 放入碼頭旁的中信8號大型船務上 隔日再載著死路 這項座主要是技術與工程人員 準備在屋內進行裝設電瓶、潛望鏡等設備後 對潛艦各系統做測試 合規後來南出海做見真章的測試 究竟海昆號還要通過多少測試? 海軍才會買單呢? 製造世界造潛艦國家的標準 海昆號得過三關 及FAT原廠測試 HAT測港測試 以及SAT海上測試 海昆號目前已經完成原廠測試 並進入下一關 27日海昆號的移位 正式進行HAT中的第二階段 一定要等測港測試完成後 才能進行最關鍵的海上測試 三關都過 證明能交件 海軍才會買單 你期待海昆號亮相嗎?